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世界 网络天下奇闻趣事 我是宋志敏 相簿运动起源于中国 风于日本 流行于世界 被称作日本的国际 但是世界上最重的运动员 也是最重的相簿选手 不在日本 而是出生于美国的黑人亚伯勒 曾经体重最高达到了410公斤 身高2.1米 犹如一个庞大的怪兽 亚伯勒小时候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自己又非常的肥胖 25岁时接近300斤 与众不同的身材 让他觉得成为一名竞技运动员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由于体重和身高的绝对优势 连续获得了美国相簿公开赛的冠军 他已被称作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男人 曾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最重的运动员 亚伯勒非常的酷爱运动 相簿是他最喜欢的运动和竞技方式之一 虽然他很高很胖 但是他非常的灵活 在日常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不方便 普通的凳子他坐不下 普通的汽车他也不能坐 他有一位漂亮的妻子 是一位超级模特 亚伯勒一辈子都在与肥胖做斗争 由于自己所处的行业的特殊性 减肥就失去了重量的优势 不减肥 自己的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差 他常常把笑容挂在嘴边 乐观的应对生活 2015年 由于疾病的困扰 他离开了人世 来自全世界许多网友感到难过 并悼恋他 本期节目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多 更多精彩内容 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动态 谢谢 下期见